A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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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 Welcome to this is Captain Speaking 我們今天要來帶大家看 A380 没错就是陆地的A380 VMAX A380在全新的车款 在9月6号的时候 就是在我现在所在的DFSK 台北民族所所展示的 那现场除了摆放了全新的A380 VMAX之外 同时也有展出原本就有的主力车款 大吻发S2.5T 以及金吻发S2.5T 那DFSK吻发商用车 原本就以专业的商用车形象 增值人心 它的商品也有多项同级车里面的 唯一的商品特色 像是同级唯一的双箱四人座设计 载人载货两箱一 同级车最大的载重1342公斤 同级车最长的货台 这个货台长度有高达290公分 还有后座独立的中央空调 六变叶片弹簧 载重客重非常的高 还有加强型的大量等等 这一些商用车主最需要的东西 都是大纹发S2.5T 以及金吻发S2.5T 它超越同级车的一些配备 像我们之前采访过非常多 大纹发或金吻发的车主 像是有五金行 有行动餐车 行动啤酒车 还有一位在高速公路 受到车祸 波及翻车好几圈 人却安然无恙的车主 大家都对这些人 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那他们也都非常肯定 大纹发或金吻发 在他们生活当中或在他们工作当中 担任豪帮手的一个角色 我们再来了解一下DFSK这个品牌 DFSK这个品牌对于台湾来说的话 它是一个专业的商用车品牌 从2015年第一款车上市至今呢 总共推出了四款的产品 当然中间还有很多的小改款 那这一次A380 Win Max 无疑是给台湾的商用车市场 注入了一股活水 它的定位呢会是都会休闲 以及商用二合一的设定 这个急剧呢 消费者可以选择的车款 其实非常的少 却有一定的市场的需求 所以稍早呢 总代理合同心呢 也看见了这一股市场的需求 A380在8月份 第一次对外释放出一些资讯以来 也引起了很多消费者的注意 询问度也非常的高 就是代表说这个市场呢 有它固定的族群在关心 回到正题哦 首次的巡回展 DFSK稳发商用车呢 就正式公布了A380 Win Max的 正式的售价 那以正式的售价来说的话 定价是65.8万 那配备方面呢 还有外型方面 我们就从外到内 仔仔细细的来看一遍 好我们现在看到A380的Win Max 我们车身尺寸先为大家报告一下 这台车的车长呢 是4610mm 车宽的话呢 是1780mm 而车高的话则是有1885mm 算是MPV的一个车型 这和一般的商旅车呢 采用货车的底盘 比较接近SUV越野车的车体结构呢 是有很大的不同 总重的话是2.51吨 抗车重的话是1.27吨 依台湾法规是含成员的载重 那为了要满足载重的需求 所以它的后轮悬调是采用 高鹤重的叶片弹簧 先看外形喔 外形上其实车头非常的霸气喔 引擎盖非常的高耸 雪橡护照呢也有很丰富的线条喔 当然呢也配备LED的 车型灯的灯组还有金钻的头灯 LED的尾灯还有高强度的铝合金轮圈等等 这些都是看起来呢跟以往商用车比较不同的地方喔 也有电动调整的后照镜 车侧的部分呢我们可以看到 那这下方呢还有一个小小的挡移板 可以发挥实际上的功能喔 那这台车最大的特色就是车侧在后门的地方呢 它采用滑门的设定 所以如果以商用车的角度来看的话 滑门不仅可以节省空间 而且呢上下或整个开启的角度是非常的大的 那再来我们来看喔另外一个重点 也就是尾门的部分 我们先来看尾门的造型呢 其实相当的大方 不仅有横贯左右的反光示板 同时呢它的尾灯也是LED的设定喔 这个在商用车里面算是非常高级的设定 打开整个尾门之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它非常轻松的就上线了 而且上线的高度呢非常的足够喔 以它的载货空间来说的话 原厂宣称可以达到4立方米 所以整个载货的容积呢 可以说是相当充足的喔 那还有几个重点 相较一般的商旅车来说的话 载货的这个门槛高度是非常高的 因为底盘是分离式大量货车设计的关系 所以上下货呢是更加的容易的喔 那这距离高呢只要60公分 所以我们搬东西其实是可以 节省更多的体力的喔 那另外采用龙形的车身结构 它的门框啊板件等等都相当的厚实喔 我们看到A380 Winmax 毕竟是新世代的车 所以新世代的车有新世代的安全思维喔 D柱的部分呢都做的相当的厚实 那当然C柱的部分也是 所以相较于一般呢讲究空间 而牺牲整个车体结构的 纯商用车来看的话 A380 Winmax呢 对安全的信心呢应该喔 会觉得更加的提高喔 我想A380 Winmax在台湾汽车市场 非常特殊的一个设定 MPV的车体的设定 但是呢又有很大的载货空间 应该会特别适合喔 比如说物流运输业啦 需要载重机啦 在摩托车的机车行啊 脚踏车行啊 或者你是做花店的 或者是做食品的 都非常的合适喔 重点是这个车厢可以遮风避雨 而且也有空调 空间也很方正 最重要是驾驶和乘客的舒适度 都非常的高 好我们现在看到A380 Winmax的内装设计喔 其实坦白讲 坐上来呢如果不跟你说 这是一台货车或商用车的话 你可能不会认出来 你可能会觉得是一台休旅车喔 没有错它的设计呢 看起来比一般台湾的 这些纯商用车来说的话 是比较偏向轿车化的设计原则 所以我们看到中控台 或者是门市版的设计呢 其实都和乘用车是 比较接近的一个设计的角度 但配备上呢 也还算符合现在时代的需求 比如说中央的话呢 有10寸的触控萤幕 而且这个触控萤幕 是世界名牌Nakamish 是非常顶尖的音响的品牌 而且这触控萤幕呢 支援无线的Apple CarPlay 以及Android Auto 那其他的配备方面来看的话 空调系统 还有后舱呢 也有真正的中央空调 那前座的座椅来说的话 更是跟乘用车完全一致 和一般商用车非常单薄的座椅 是完全不一样的 而且标配科技皮的皮翼 中央还有打孔透气 剪裁方面呢也非常的时尚 所以如果你乘用车的角度 来看这辆椅子的话 因为你会觉得说 这个就是一般的休旅车的椅子 也不为过 而且哦 它更贴心的是 它前座都有两个中央的扶手 可以让你搭配门市版的扶手 在开车的时候更加的轻松 简定的疲劳 但乘客也有一样的享受 而且呢 对于头家朋友来说 最重要的是 这台车在午休的时候呢 你是可以完全打平休息的 把椅子稍微往前移之后呢 椅背呢 是可以几乎全屏的哦 所以在上面休息的话 是相当的舒服哦 安全能配备就是 基本安全配备 比如说像中央的安全气囊啦 安全带位器警示啦 ABS啦 还有ESC啦 等等这一些 还有电动的高低头灯调整等等 电动窗的话 驾驶座呢也有One touch的功能 同时后照镜呢也是电动调整的 那车内的置物空间也非常的多 比如说像把手都可以 可以作为置放空间 下面当然也有杯架 门板的置放空间 前面这里也有设计置放空间 当然也有手套箱 那排档前面的话呢 也有置物的空间 和Type-A的USB充电的电源 那后方的话有杯架置物空间 也都非常的多 甚至连左手这里前方呢 都有它的置物空间哦 而且还有眼镜盒的设计 对于头家来说的话相当的贴心 副驾驶这扬板里面 还有化妆镜呢 这个是一般的商用车里面 根本不可能会出现的 那像其他细部的装点部分 在出风口方面呢 还有红色的试条 所以为这个纯黑的内装呢 增添了一些活泼的感受 以方向盘来说的话 是三幅式的设计哦 造型上也是非常的漂亮 在商用车上面也是相当少见 而且除了有镀铬试条之外呢 也有方向盘的快拨键哦 可以控制这10寸的Nakamichi的主机 而也可以控制呢 电话的接听等等 所以使用上呢也相当的方便哦 A380 VMAX它的动力配置呢 是采用了1498cc直列四缸的自然进气 汽油引擎 和现在DFSK在售的两款 新吻发跟大吻发的引擎呢 虽然排气量一样 但是呢并不是同一个哦 具备的是有这个小排气量省睡晶 省油的优点 同时可以在6000转的时候 产生106P的最大马力 扭力在3800转的时候呢 就可以输出15公斤米的最大扭力 搭配五速手排的变速箱 其实在荷重的时候呢 它的动力是相当够用的 那当然还有另外一个特色就是 它的五速手排搭配的是 后轮驱动的配置 所以载重压在传动轮上面 尤其又是后轮传动的配置呢 对于上坡还有它的驱动力来说的话 都会有着更优异的表现 也会更优于前轮传动的车款 那在刹车方面 它配置的是前叠后骨的设定 因为后面要载重 所以它是用股市刹车来的制动力比较大 好我们看完了这台车之后 整体来说 我觉得A380 Winmax上市之后呢 为台湾的商工车市场呢 其实带来一股新的气象 当然呢 这台车也有一些比较特殊的地方 A380 Winmax有六大特色 我规结一下 第一个就是呢 它的空间大 机能性强 以它两人座的配置 后仓来说的话 足足有四立方米 所以这个算是非常大的空间 第二个就是它有侧滑门 这个绝对是加分项 台湾这么狭小 其实后滑门 对于上下货来说的话 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那第三个就是轿车化的内装 让驾驶可以非常宽敞 同时呢也减低驾驶的疲劳 第四就是高刚性的车体结构 这个车体结构光用看的 就让人更有信心了 那驾驶起来呢也更加的安心 第五个就是轻盈的售价 结构简单 精实耐用 重点是售价便宜 六十几万的售价 第六呢 低廉的养车成本 这个车呢 采用1.5升的自然进气四缸引擎 省碎晶 也比较省油 再加上用手排的设定 经久耐用 大家都知道 买货车嘛 就是要好开 不要太常坏 能够省油 这个才是大家最注重的啦 看完这台车呢 我想也来聊聊 市面上这台车的同级车 那我想市面上的同级车呢 应该不多 所以直接的同级车呢 应该算是VERICA 以及TONES 这两部相型车啦 当然相型车还有 要老牌的德利卡 德利卡的话 也稍微大一点 VERICA跟TONES来说的话呢 A380 VMAX呢 有着明显车格上的优势 以车格上面来说的话 它长车的设计 开起来 比一般的平头车呢 也让人家更加的安心 配备的差异也很大 A380比如说 它有铝圈啦 它有10寸的 Nakamichi的影音主机啦 配备后面的中央空调啦 还有前座的 教室的 中央扶手的皮椅啦 等等 加起来呢 其实这配备上的差异呢 也是还蛮大的 那另外我们来看到 A380跟德利卡 比较起来的话 虽然算是同样的盾位啦 但是A380的Win Max呢 它的载重呢 要比德利卡多出快400公斤喔 油耗方面的话 这1.5升加手排的话 应该算是相当亲民的油耗喔 那再往上 来比的话 还有更直接接近对手就是Zinger咯 还有几台进口车 那我们先来讲一讲Zinger好了 比如说它的动力啦 比较大 也有自拍的设定 但是呢 如果你是纯商用的话 一定要考虑到的问题就是喔 车身指码是差不多 但是车格的设定 原始的出发点是完全不一样 特别是尾门的设定 因为它是独立式大梁 跟一般的货车一样的关系 所以它的尾门开口是比较高的 所以上下货的话呢 就会比较来的没有那样的轻松啦 那另外也是因为分离式大梁的设定 所以它的车内空间 其实就不会像这个一体成型的A380 Winmax 来的这么样的大 所以这个呢 都是两者之间有了一些差异 那但最重要我觉得是后滑门 后滑门的话 在台湾现在一般这样比较尺寸 比较大的车来说的话 大家都是希望要有后滑门啦 那但其他的部分我们可以比较 比如说像是 KD啦 旅玩家啦 或者是Blingo 进口的商用MPV的话 当然价格就会来的比较贵啦 那售价也都到了百来万了 如果真的要再货 我想呢这个经济性呢 应该也是相当重要的考量啦 像A380 Winmax 这样定位特殊的商用车来说的话呢 除了刚刚提到的几个行业之外 你觉得哪一些行业更特别更特殊 而更适合这样子的车款呢 都欢迎利用底下留言来跟我们做讨论啦 那当然我在这里也想到一个 这个车呢其实非常适合改装成露营车喔 由于现在的法规呢可以开放喔 这个可以合法来做改装 像这个车空间这么大 地板又这么平坦 其实作为车速来使用的话 烧市改装喔 应该算是相当有潜力啦 好今天就到这里喔 我是小琪 我们下次见囉 拜拜 听你介绍这么多 这个价格这样很实惠耶 怎么样你觉得贵不贵 我觉得不贵喔 那你会开手排车吗 不熟但是会啦 欸那我想这个车喔 如果呢我们来换一个这个车 你又会开手排车嘛 来向大家来练一练 像这个车如果来当公物车的话 又可以在器材 然后呢又可以大家练手排车 欸我觉得好像蛮理想的喔 好啦那叫业务来签一张啦